今天来到了田尾 今天是假日 那我假日来田尾来换一换 看看有什么花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的冬季 应该是花季的时候 你可以看这个 这个是惠兰鼠的东西 这应该是交配种的品种 因为有粗意 那现在进入到冬天左右 到春天左右 都是惠兰之类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一些 什么国兰类的、惠兰类的 最近应该都可以看到它的花 像是寒兰那一类的 开花会比较晚一些些 那国兰这一系列 有分成非常多种品种 大部分除了四季 其他都在这个时候开花 四季的开花期很乱 全年到头它都可能会开花 夏天也开 秋天也开 那这个基本款 像这种其他的国兰系列 大部分都在秋冬 冬天以后开 那现在就进入到大开期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 这一类型的兰花 开始出现 然后我们来看另外一区 另外一区有很多很多很多 来看一下 然后你看这一区 满满都是 因为这个是批 其实田尾是比较偏批发的场所 所以大量的出现在这里 是很正常的 因为很多人会来这里批货 那这种国兰类的一定会香 基本上都会香 它就充满的香香的味道 所以如果喜欢有香味的兰花 它算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像是每年去 而且它价格又便宜 那主要为什么价格便宜呢 还是因为分身做很多 那其实国兰以前有很多很多的身价 好几年前跟那个杜角爵一样 可以好几百万以上 后来呢 就是因为大量的繁殖以后就没有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呢是加德利亚兰系列 这个颜色会变化 这还蛮有趣的 这有人应该我记得 他有人称他叫黄火鸟吧 我记得 好 这一类应该是交配型的白拉索系列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花 是黄金色的 其实这个颜色还有那种偏红色的个体 刚开的时候偏红色 然后慢慢转成黄金色的颜色 这也是蛮有趣 这也是在现在开的花朵 就是它现在进入它的花季 这个花季也可以维持一段小时间 你可以看后面那个偏红色 那个大概就是刚开 然后慢慢慢慢它就转成这种 黄色的颜色 这也是这种蛮有趣的品种 它所产生的特色 所以呢 如果你喜欢有那个变色的颜色的花 这也是另外一种选择 属于白拉索系列 所以你看它叶子是尖尖的 有点像是白拉索的品种之一 所以理论上它有交过白拉索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尖尖的叶子 那所以呢 这种白拉索系列 其实还蛮多的 而且还蛮多有特色的 就是不同交配种下来后的结果 好 那这个呢 是大型的卡多利亚加德利亚兰 大型加德利亚兰 也目前进入到花季 缺点就是花期比较短 可能几个礼拜左右就差不多了 如果维持在低温 可以维持到一两个礼拜 如果你在中高温的状况下 它可能一个礼拜 可能就差不多了 这也是这个兰花的缺点之一 不过一年开一只花 然后大家觉得它非常好看 特别有些大型的品种 真的不错看 你如果像 像我很喜欢贴母那系列 就觉得很漂亮 它花包很大 那跟品种有关系 那每种品种 它的颜色色系不一样 有红色系的 有白色系 很多很多色系 好 这个是二半兰 二半兰呢 现在也进入到了花季 我们在台南花色的时候 也有看到 那这里有各种不同的二半兰 非常有趣 像这个是紫纯的 紫色的纯 然后上面是绿色的花瓣 这个是紫色系列的二半兰 二半兰今年这两年 真的是很多 可能是会香又好 又特别吧 你说它好看 我觉得有带商榷 但是很特别 毕竟它又会香 属于中南美洲的兰花之一 那这一类型的 最近有很多很多种品种 除了这种紫色型 还有等一下我们看到其他颜色型的 那我在这边还有看到一个特殊个体 就是偏蓝色的个体 那个不知道是变异种 还是另外一个新的品种 其实搞不太清楚 那这种二半兰呢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种的 因为我顶楼也有种 之前也有种 那它每年今年也开花 就开一个小花 那我没有认真的顾 但是还是有来花 所以其实看起来算是一个不难种的品种 不难 在阳台至少是 我觉得是不难种的品种 那现在呢 进入到了它的花季 所以在市场上就看到很多的它 好我们来看其他的兰花 好 这个是大头树兰 你看它的那个 下面有一个那个球晶很大 对不对 所以有人叫它大头树兰 有人叫它日本国旗 都有人叫 那中文名字就是这样子 就是随人叫 那这种大头树兰呢 最近也到了花季 它是树兰的品种 一样是中南美洲的兰花 那原生种跟交配品种都有 现在有很多种交配品种 那这种大头树兰 就是它那个球晶很大一颗 很可爱 很像一个乒乓球一样 那开启花来呢 中间就会带有一个 那个红色的点点 你可以看这个红色点点 然后它的花瓣呢 上面会有 交配种 它上面会有 那个其他的颜色 那这一类型的呢 其实要开花选比较有趣 因为它的个体差很多 有些那个红色点会很小 有些红色点会很大 除非都是分身个体 不然理论上呢 如果是十森苗的话呢 会差很多 你看这个是上层的 它的那个花的球晶就大很多 这个球晶就大很多 这可能是不同的交配个体吧 那但是球晶大很多 就是你发现两边的球晶 是有差别的 那每年的 有时候在比赛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它 那其实是比赛的常客 如果你种的很大棵 还是可以送你比赛的 好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兰花 豆王 Rose 有人称为豆兰之王 开起来就是散状的 我选了一棵回去 就是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散状的兰花 算是豆兰中少数 我觉得有观赏价值的兰花 这个品种之一 豆兰很多都小小的花 所以不太有观赏价值 那这种豆王呢 其实很大 它的花朵是很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它 感觉就是有那种 一个散状的感觉 对不对 不过其实这种散状的豆兰 其实分了非常多的品系 有些真的很可爱 就是紫色的 红色的 白色的都有 那这种豆王呢 其实呢 以前看过很多很多种不同品种 其实要选你喜欢的颜色 像我选了一颗比较红的回去 有些会带有一些其他的颜色 像绿绿的颜色都有 那豆王呢 它其实算是 我觉得算是一个 不是很难种的品种 算是好种的品种之一 那这一类型呢 它就像开起来 一个散状的花絮 每年大概大概这时候开花 大概在偏向这个 12月左右附近左右开花 那开花期 大概几个礼拜 我记得不是很长 但是每年都会开 非常可爱 好的 这也是另外一种二半 这个就带有那个 蜡子状的二半 就不同种 不同种 那其实呢 这种二半蓝 这两天看了非常非常多 其实非常多种品种 最近都有出现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而且都带有香味 通常二半都带有 浓浓的香味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浓香的 蓝花 其实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就有分成指纯的 像这个是全红的 外面带有 带有那个绿框的 所以那个个体完全不一样 所以真的逛蓝园 就是好处 就是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个体的花 不同个体的 选个体 其实买花大部分都是选个体 选喜欢的个体回去 因为每一个花 每年就是每年开起来 应该都会一样 那有些少部分会每年不太一样 但是大部分都会一样了 那你买回去以后 这一颗就是明年开起来 就跟今年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优点 因为石森苗这一类的就会变来变去 这是它的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这也是它的好玩的地方 所以它才可以在里面选出好的花出来 因为石森苗会变化 变化以后才有可能机会产生出好的个体出来 才会有很多的变异性 好 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那现在有机会可以出来走走晃晃 因为现在已经到那个秋冬的时候 比较凉爽了 好我们下期见拜拜